紅方的是Andy Sauer 他是淡淡的優傷 因為中了這個交付開 好幾次淡淡的優傷的攻擊 臉上也開花了 臉部受傷了 交付開後來因為是腳傷 沒辦法打第四回合的延長賽 應該說西敗 對 所以說是棄權了 西提塞在剛剛 就是很少了我們K1的總冠軍 把他打下台 獲得目前的晉級 在跟Andy Sauer做比賽 今天的比賽就很激烈 而且這個含金量非常高 這個K1的這個冠軍倒下了 這個Glory的這個冠軍也倒下了 也倒下了 那剩下這個前K1的冠軍Andy Sauer 不知道會表現得如何 我剛剛跟交付開打 他是打得有點吃力 是 交付開我覺得最後就輸到最後30秒 對 而且是腳傷 因為這個Andy Sauer 他對這個腳的攻擊非常厲害 像上次Mustafa 雖然打贏了Andy Sauer 可是下場他是敗卡的 跨腳 這次看這個西提塞 怎麼來應付他的這個 這個退步攻擊 對 那西提塞 就是用比較泰式的打法 來打自由搏擊 那荷蘭選手當然用核式的打法 剛剛一個飛溪就直接飛出去了 對 到這個距離對的時候他就上了 西提塞我覺得第一場比賽打得是不錯的 現在你看第一場比賽他也是很主動在進攻 是 他不管你前面是什麼冠軍 對 也不管你是什麼老前輩 這個沒有什麼敬老尊賢的 上台就是打 好 目前Andy Sauer的臉又開始流血了 因為他可能舊的傷口會重新開 是 是 是 而且就是西提塞的這個刺拳 一直把他擠到他的報價之內 有打到這個臉部 對 這個多少會影響一下呢 你看打得非常放鬆 對 而且一般來說 Andy Sauer是會頂著打的 現在沒有 你打我就直接往後退了 人家打游擊戰的一個味道 那場上的這位裁判是韓國籍的裁判 我們力球這個連裁判都是要國際化 好 頂進去了喔 Andy Sauer在這邊 終於賦予了一個頑抗 好 接腿之後 對 摔倒了 接腿摔 越來越慢一點 對 他在等對方快失去重心了 然後他的腳 跡身腳我也勾得到了 直接一勾 就把他勾倒了 所謂的跡身腿啊 就是 剛剛這個西提塞有一隻腿被抓起來了 只剩下一隻腳撐在地上 那隻腳就要支撐腿 對 這個泰拳的這個很多腿法都針對支撐腿的 是的 有時候中國這個散手運動員 當時早期跟泰國運動員比賽的時候 經常支撐腿持撐不住 對 因為支撐腿到時候 你只有一隻腿在撐 力量特別集中 特別容易受傷 好 好 直接就上一個西擊 直接就上一個西擊 好 潘建盛在主動進攻 哦 趁著這個是一個蠻高級的 要摔不摔的同時 竟然補上一個小西撞 這個是一個蠻毒的一個招式 對 因為對手倒地的時候 你就不能做西擊 但是他還沒倒的時候 就該補上地 對 這家BD特別快 對 那時候在要倒不倒的時候 他西提賽是沒辦法做防禦的 因為他在顧著 回復他的一個平衡 對 這個可能要KO 這個西擊非常重 反而是西提賽的西擊比較重 對 這個泰國選手 最重名的殺技 真的AD32好可憐 對 AD32完全站了起來 好 準備接著打 加油 給他加油應該 對 剛剛的一席是非常重的一席 對 這個腹部裡面非常多的一個神經蟲 而且那個位置是肝臟的位置 身體都非常的痛 又快受不了 又快受不了 撐不住了 平常我們除了做大量的仰臥起座之外 你看這個腹部各種角度都要用要球來丟來砸 確保他能夠撐住這樣的一個衝擊 但這個選手有時候對頭部的防守特別在意 但是有時候對腹部的防守有時候會差一下 是 好 這個明顯的屬於劣勢了 這個安定 對 一個多線路的攻擊 先打完頭 再看你的對腹部的一個防禦會不會鬆散 安定比賽開始了 安定說話的話 必須這個 就是顯著的牛軟局勢才能贏這個比賽 可能是要直接把這個心理賽KO掉才能贏這個比賽 對 好 因為剛才的這個一個襲擊應該說扣了兩分至少 對 那剛剛安定沙爾就是one two kick 兩邊都是做one two kick 所有的one two就是前手拳加後手拳 再加一個T級 這就是他們一個拳腿組合 非常的激烈 好 直接往這邊頂 但是呢頂到了這個手肘頂到了安定沙爾的一個傷口的地方 安定沙爾很痛啊 有點要抗議的意思 因為你怎麼可以用手肘來頂我呢 對 這是有一點點犯規的 當然尼西亞總來說這個還是態度是不錯的 他幾次有點被踢到當步 但是還是沒有特別的不滿 這就有點重了 有點牢騷了 對 最終因為他還是要贏得勝利 應該可以吸 這個西里西亞可以打得更緊湊一點 看西里西亞一個前手刺拳 開完路之後就是用後手的高掃或是一個中端的一個西撞 你看就進來了 對 那目前安定沙爾的這個肋骨的狀況似乎有點恢復了 對 對 對 這個西里西亞撞了幾次 好公平性啊 他還要救選手 這個選手跌下去 像這個快跌下去大家旁邊看 對 該扶的時候他就要扶一把 對 對 他趕快扶一把 對對 這是推倒的 對 還不高興 好 時間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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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皮特 好 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 昆仑爵大赛的赛事总监托尼陈先生 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但是我个人也要一个提议 就是我们应该用热烈掌声 来送给我们的安迪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韧 而且一直在坚持战斗 他是一个good man 好男人 请不吝点赞订阅